半春宴和谢丽是大学的同窗好友 临近毕业 半春宴获得了在城里大医院实习的机会 谢丽却凭借着父亲的关系 即将了半春宴留后的女儿 多有心肤的半春宴会如何寻找进入大医院的机会 她又将如何对待西部的好姐妹 进行收看心术 以后 我心里都都关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叫做心术 这故事发生在一家市里的大医院 独一大医院的公司福利亚 比较高过普通医院 所以说他的工作岗位都是大家心直神猛 竞争是很激烈的 我们的主人公叫做范春宴 是正在该医院时期的一个大学生 这个范春宴不光长得漂亮 而且顺利心很强 在学校里面 这些成绩明明的钱包部说 还多次获得过学校颁发的奖学金 这次能在大医院时期 范春宴困在这高自己的实力争取来的 他们在实习后 在这里能够留院转正 也比普通人更加努力 咱们医院几个领导啊 对你的工作能力特别要赞许 尤其是咱们客舍王主任 所以呢 咱们医院这次进行人呢 你的希望最大 真的呀 那太好了 不过啊 你现在一定要低标 现在关键是呢 请不必掉链子 反正我呢 我能帮你说话的地方 我一定帮你 谢谢你啊 检哥 要不是因为你帮我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毕业了 你错什么呢 行了 说什么呢 你说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这简历怎么写啊 都写大半天了 还真的呢 哎 你俩干嘛呢 找工作呀 燕子 你简历弄好了没 给我们参考参考呗 就是燕子 听说你工作有着陆了 你可得请客吃饭了 呀 你这八卦还没一撇呢 找工作哪那么人意啊 你可和咱们不一样 你新交的男朋友 是市里大医院的业务骨干 他怎么帮你想想办法吗 哎呀 现在进大医院很难呢 我现在只不过是在那实习 能不能留下来 还不一定呢 你能去实习就已经不出了 哪像我们啊 跟个无头大昌夜似的 都不知道往哪飞 回来了 小心回来了呀 面试怎么样 他妈 我回来等消息 我按说不行了 小绿 你先去面试了 哪家医院 你面试的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可是大医院 你就没有想想办法 找找门路啊 其实我也是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去的 算了 我看我一会儿 还是多去写几份典礼吧 过来 真的 哎呀 那恭喜你了 范春艳是一所医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就在他周围的同学忙着找工作时 范春艳凭着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 以及男朋友贺祥的帮助 在市里的大医院获得了宝贵的实习机会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会顺利的留院转正之时 事情却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变化让范春艳措手不及 我们宝贵的情况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 谢力啊 你这么年轻 可要好好干呢 王主任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希望的 好好好 霍翔 谢力以后咱们课是什么学习啊 你认识啊 我认识啊 咱俩同同学 我们都听你说新识了 哎 他什么时候来的 我总不知道 不过他这次啊 不是来实习的 他是 怎么了 哎 我说出来 你可别激动啊 反正 咱们院的领导 包括几个主任 对以前都不错 但你也知道了 咱们医院这 这人事关系挺复杂 我听说谢力他爸 跟咱们院长关系特别好 所以咱们医院这次进人 你要休准 谢力他爸爸 反正我这什么办法都把你抢尽了 但没想到半路杀出这么一个人来 咱们医院的情况就是这样 小范 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指你的工作能力 在城里别的医院找一个岗位 应该是没问题的 老师妹 我明白了 既然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怎么样 老师给你安置工作没有 爸 我问你 你让我去市里医院上班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 会激动我好朋友范顺燕呢 你让我求出去怎么见人呢 爸 早知道是这样子 我就不应该答应你 我就应该自己出去找工作 小范 你成熟一点好不好 你这么大个人呢 看我你怎么还是这么幼稚啊 你说你去找工作 找这么久 你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你好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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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你就别提了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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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了你好久了 我们回去吧 你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解释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不是的燕子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 我承认我爸是在市里面有点关系 但是你知道的 我之前真的是想凭自己的能力去找工作 燕子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吗 谢力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留在城里面工作 分了多大的信心 是 你爸面子大 一句话的功夫就把你工作给解决了 可是我呢 你有没有想到我的处境 谢力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走吧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燕子 燕子 对不起 对不起燕子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这样吧 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一定会弥补的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不过谢力你给我记住了 你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从于我 我会连本带利的拿回来 范春艳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好朋友谢力会突然出现 挤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 因为错过了找工作的最佳时间 范春艳只能带着满腔的怨恨和无奈回到了家乡 分配到一家乡镇卫生院 然而他却时刻告急自己 总有一天他会回到城里 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范春艳 范春艳 你这是给我开的什么厨房啊 这药房的好几种药早没有 你这是开的什么药啊 再说这么贵啊 其实啊 我就是用它偷的 范春艳 你能不能给我给它便宜一下 行吗 老牛 来来来 你过来 范春艳啊 这是刚来的 不了解我们这儿的情况 来吧 我另外给你开个厨房啊 哎 好 范春艳 这病人的病情啊 已经稳定下来了 你啊 游戏关卡啊 有什么事儿 及时通知我 嗯 知道了 范医生 谢谢你这么照顾我 说什么呢 还要跟同事一说 你就不怪我吗 当初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算了算了 过去那么久 怪什么怪啊 可以吃饭 我只能找你 好 麻烦啊 哈 哈 今天让你来 是想 向你了解一下 谢丽的工作情况 这段时间 你一直都带着她 你觉得 她的工作态度 业务水平怎么办呢 哎 我觉得吧 业务能力的各方面 在那儿 这就不错 那就好 哎呀 你也是知道的 我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休了 因为这些年轻的医生啊 我们院里是非常的重视 嗯 将来啊 你们也是我们科室的业务股干嘛 今天上午我院里开会了 决定 派一批年轻的医生 到国外进行短期的业务培训 我觉得 你和谢丽挺合适的 哦 我们两个啊 所以决定 派你们俩去 什么时候去啊 下个礼拜吧 下礼拜 除了我手里面有几个病人呢 你把工作放一放 交给其他的医生 这个机会可难得啊 回去准备准备吧 那行 我去啊 好 谢谢 谢谢 喂 你好 白森 电话有人找 来了 喂 燕子 最近怎么样 习不习惯 哎呦 何霞 我都快闷死了 那我才给我打电话呀 你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你以为这是城里啊 这连个手机信号都搜不到 你不是说这个周末过来找我吗 燕子 其实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啊 想告诉你件事 我可能要出去一段时间 出去 去哪儿啊 去国外学习 下周就走 怎么那么突然啊 你还说中国过来找我呢 我也是刚刚接到的通知 领导的安排 但是我去不了多长时间 最多三个月 你等我回来啊 又是领导 哎 那不会 谢力也要跟你一起去吧 还真被我说中了 那我可得恭喜你们了 燕子 还在为那个事儿生气啊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就不能心态放平和一点啊 你还年轻 以后的机会还很多 你就别再寄回来了啊 你现在都帮她说话了啊 当初要不是因为她 现在出国的应该是我 要不是因为她 我也不会在这个虫上恶水受气 好啊你去呀 去了就别再回来找我 哎燕子 你别激动 你听我说呀 够了 我不想再听到 关于你们的任何消息 我们今天没什么好说 再见 瞧电话杀什么气啊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要是真有本事 也不会待在这儿啊 你 得知男友贺祥和谢力将被公牌出国 范春燕内心积压已久的愤怒和委屈终于爆发 想着自己目前的处境 范春燕失眠了 巨大的心理落差 让她顿时觉得自己的人生前途惨淡 但是她又不干预现状 她想要努力改变 甚至是报复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 就在范春燕快要绝望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似乎又让她看到了转机 范春燕你敢进南医院一趟有期走啊 哎呀我都睡了我今天人不舒服 架瘦了今天不是方医生职芬吗 方医生去隔壁镇喝喜酒 现在都还没回来 而且也联系不上 班医生你还是赶快来一趟吧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 马上过来 班医生你可来了 什么情况 车步一马一鱼 被几个住民送过来的 难道已经醒了 鱼的还在昏迷 行带我去看看 好 没什么事 就是惊吓过度晕过去了 给他打两天跳真几个事啊 你不是说还有个男的吗 不知道啊 刚才还在这呢 小娃你在哪儿了 你是不是一个男的 对 别同志许和他 赶快 我在这儿等你 好 这位同志 你就是刚刚送过来的伤者吧 对 谁让你下床走动的 我没事 一点皮外伤 你看你脸还流着血呢 还皮外伤 走我给你处理一下 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同事怎么样 他没事 他只是惊吓过度晕过去了 没事就好 走 好了 不过呀 你今天晚上还不能回去 等于要观察也能让我 谢谢大夫 大夫 我还没请问你叫什么 我去办 叫我小范就行了 你回病房休息吧 有什么事啊 就叫我 想不到范得不这么年轻漂亮 这是我的名钱 咱们也就算 正式 您是周局 我还有一点事 要麻烦您 需要你帮帮忙吗 你什么事 放心吧 周局长 我绝对不会多说半个字的 谢谢 小范 我马送你出来 谢谢了 范得不 再见 范得不 只有哪天 专程之后 我来谢谢你了 不用说是 妈 小范 怎么回事 不是说有急症吗 范得不 谢谢啊 再见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不用 人呢 我已经处理好了 你说你处理好了 还给我打电话 真是的 谢谢 外山 门口有人找你 范医生 你好 我是州局长的司机 州局长专程让我来接您 想当面感谢您 可是 我还在上班呢 对 您放心 我们局长已经给你院长打好招呼了 不碍事的 那行吧 帮我去换身衣服 嗨 小发 这杯酒我敬你 州局长 您太客气了 这杯酒应该我敬您的 喇里喇里 说起来 小发 你还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天要不是你 我恐怕今天就没这个机会 在这儿当面感谢你了 州局长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嘛 来 我敬您 不过话又说回来 像小发这么年轻漂亮 又才华横溢的衣裳 怎么会到那个偏僻的小地方去工作呢 这谁不想去城里面的大医院工作呀 可是像我这种又没有门路又没有关系的 不在基层工作 能去哪儿 看来小发 对现在的工作不是很满意 这样吧 小发 你有什么困难 不妨告诉我 我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 要是州局长能帮我的话 那我就太感谢您了 其实我一直都想去城里面的大医院 锻炼锻炼自己 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希望州局长能够帮忙指点指点 谁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啊 人之常情嘛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个大医院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 这个忙我倒是可以帮你 但是就看你能不能扑上墙 哎 州局长 小发 我这个人不是谁的面子都给你的 你可要想清楚 机会不能让 州局长 我去一趟洗手间 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 请你的工作能力 在城里别的医院找一个岗位 应该是没问题 savez 便宜 对 那 当然 啊 嗯 是的 粉 我们 嗯 我们 人 ど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的价值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他恨不得现在就向所有人证明他说过的那句话 我一定会回来的 小范长 医院那边我已经打个招呼了 你明天可以直接去上班 不过有些事情你要保持低调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周局长 我明白 我先走了 小范啊 随时等我的电话 小范啊 随时等我的电话 小范啊 随时等我的电话 大阪啊 随时等我的电话 小范啊 随时等我的电话 诶,那边前段时间被我们应该实习的女朋友 那不是被谢医生挤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是啊,我听说她的买卖可不小啊 这才多久啊,又掉回来了 是吗,那张力科是不就热烂了吗 燕子,回来了 没想到吧,谢医生,咱们又见面了 以后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回来就好了,我们以前是有点误会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真的很对不起,别道歉,谢医生 还记得我当初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吗 太说了,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我只是回来拿回它了 大家都静静静静静啊 我给大家说个事儿 今天呢,我们科师来了一位新的老同事 之所以叫新的老同事呢 是因为大家都认识他 范春燕,范医生 来,春燕,来,大家欢迎 大家好,虽然我已经不算是新同事了 但是我希望在我们科室能够重新开始 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大家能够多多帮助我 多多提点我 现在就谢谢大家了 范医生呢,经过在基层一年的时间断练 重新又回到我们队伍当中 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 和睦相处,取长不短 把我们科室建设成为我们医院的先进科室 拜托大家了 范医生呢,你还在为当初那生日质责啊 我始终觉得自己亏欠他太多了 这些年他在乡镇的医院肯定也吃了个小鸟 不少苦 我真的一直我都很想找个机会去找他道歉 但是他到现在都还是很记恨我 现在呢,我们要天天见面了 我这心里还真觉得挺别扭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就别多想了 你这孩子就是太善良 很多事急不来顺其自然吧 爸,面子他是怎么回来的? 这事呢,我问过了 他是卫生局夫妻长周桂林帮他调回来的 卫生局?周桂林啊? 你那个同学不简单啊 给,你呢? 这一大清早我就能送花过来 你现在可真是成功和你啊 谁稀罕牛花了? 拿去送回来给你忙的孩子吧 这不太好啊 这就是人家特医生的一定心 那也心不就算了 有那么多月吧 没什么事啊 花儿两个哪儿呢? 那医生让我把这个花送给敬人 你就不臭折折了 睡吧 既然你回来了 就给我个机会 咱们重新开始 我也想你发誓 这次我绝对不让你离开我 那你可得说话算话呀 这么说你答应吧 我什么东西 要不这样吧 干脆晚上咱们老弟吧 庆祝庆祝 行吧 你跟他干嘛干嘛去吧 那我换衣服了啊 今天不行 下次好吧 哎呦不是那个意思 好吧 好吧 找我有事吗 燕子你晚上有空吗 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燕子 燕子 我只是想解开我们之间的误会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记恨我 但是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我们就像以前那样好不好 是我是回来了 但是我靠的是我自己 不像你那么卑鄙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怎么啦 怎么了 这么快就有心上了呢 把我给忘了 没有 上学长 我只是觉得 这样下去 怎么 跟我在一起受委屈了 小范 你可要想清楚 我既然可以 把你调到大渊来 也可以 把你调回乡镇 好了 只要你听话 什么事都没有 范春艳的强势回归 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然而没有人知道 范春艳回归背后 所付出的代价 就在范春艳 想要在城里 重新开始的时候 他却发现 自己已经陷进了 周桂林 事先编织好的陷阱中 并且越陷越深 无法抽身 知道吗 范春艳跟市卫生局的周局长 关系 小赵 这话你听谁说的 这话他不能乱讲 隔壁科是小陈说的 他紧紧跟去酒店 把他们亲戚进房间 看见你家范春艳跟周局长 一起移动走出来的 你家范春艳上了周局长的车呢 真的假的 不过也难怪 范一生一个小小的相侦医生 凭什么关系叫回来啊 这个范一生 还真不简单 就是 葵刚和赫医生 还对他一往情生了 这种女人啊 我们得离他远一点 我忙去了啊 赫医生 我换药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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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 我想跟你谈谈 但是我找不到女人 所以说我就到你家来了 这么说 你都看见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说吧 你想说什么 我知道当初是因为我的原因 你才去乡镇工作的 燕子 其实这些年我心里面一直都感觉很内疚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请你一定相信我 我当初真的不是故意强奏你名额的 现在既然你都已经回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把话说开呢 对不对 难道你就真的那么记恨我吗 谢力 你现在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啊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调回城里面来工作 我付出了多少 都是因为一 我绕了好大一圈 是我现在试回来的 可是我付出的比你多得多 燕子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想过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这样燕子 只要你肯原谅我 我可以辞职的 真的 只要你原谅我 我辞职 原谅你 原谅你就能减少我做的苦啊 你不要以为你此之后我心里面会好受点 我告诉你 谢力 我就想让你灭脚 让你一辈子都觉得欠我 燕子 我真的跟你说对不起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的 但是燕子 你跟周局长 你千万别走弯路啊 这是我自己心里面有书 由你来提醒 你走吧 不想看你 平时注意一下饮食 不要吃辛辣的东西 不喝点热水 处理 你干嘛呀 哎 早点晚上我去哪儿干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跟你 昨天 昨天晚上我们一时有点事 对不起啊 鹤翔 我们今天补上好不好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昨天晚上到底跟谁在一起 你到底想不想我 你是不是跟那个卫生局的姓周哥在一起 是不是他帮你把你调过来的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鹤翔你听谁胡说的呀 我跟周局长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工作上的关系 有那么简单吗 你知不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 谁议论我了 是不是谢力 鹤翔你别相信他的话 我真不是他说的那样 到现在 你还是责怪那个谢力 你别 我看错你了 鹤翔 鹤翔 范春艳才刚刚回来没多久 就有人开始议论他和周克林的关系了 范春艳也有些察觉 现在医院里只有谢力看到了自己和周克林的一幕 范春艳马上把这议论都算到了谢力头上 范春艳在心里默默地想 当初就因为你这个谢力让我丢掉了医院的工作 现在又是你要破坏我和赫翔的关系 此时谢力在范春艳眼中早已变成了一个不共在天的敌人 那么下一步范春艳用什么手段来吻回他认为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切呢 好你个谢力啊 亏你昨天晚上还假惺惺的跟我道歉 今天一上班你就冲我一刀 你太卑鄙了 怎么了 燕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谢力啊 谢力 我真没想到 你害我第一次还要害我第二次 你怎么那么卑鄙呢 你都在外面说我什么坏话了 不是燕子我一刀 你继续刀 谢力 咱们走着瞧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范春艳和周桂林之间暧昧的关系 很快传遍了医院的每个角落 范春艳在医院的处境变得尴尬 她把这一切的矛头都对准了谢力 她认为是谢力撕掉了她身上仅有的遮羞布 范春艳变得偏执 她决心要包袱 要狠狠地包袱谢力 小秋 我先下班了 医疗处方位已经开好了 你一定要记住按照处方给病人吃药 还有就是一定要特别留意 我们新收进来的那个病人 知道了 谢谢医生 那行 辛苦你了 我先走了 啊 嗯 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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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那儿呢,你自己看吧 好 小乔 那我就先走了,辛苦你了 拜托再见 哎 在证明完,昨天中今天还好好的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下病危险的学 你认得咱们一个说法 其实,你也得着急不好 这样,我们会极尽全日想进病床 但是具体怎么的事,我们只有开完会 想下结论 谢医生,你来得正好 我们家老刘 不过做一个小手术 这下可好了 今天一大早就下病危通知书 你可是主持医生,你来负责任哪 对,就是 什么事啊 怎么会这样呢 不可能呢 先去,我们开会好不好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们要配合我们的治疗好不好 你们要配合我们的治疗 是不是 你们要配合我们医生的工作 这样对病人也负责好不好 你这样闹没有办法 谢医生,你自己看看 你怎么会犯这种低迪的错误啊 要不是合医生发现得早 会出人命的 这个单子不是我开的 不是你开的,你是主治医生啊 现在不是亏欠舍任的时候 是要进行补救 安保好病人家属的情绪 主任 对不起 可是这个 那是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你要好好检查检查 把事故的原因写一个报告给我 主任 行了,你出去吧 为了报复谢力 范春艳偷偷调换了谢力 开给病人的处方单 增加了用药剂量 差点造成了医疗事故 在病人家属的追究下 谢力无奈辞职 看着自己终于逼走的谢力 范春艳感受到报复的快感 不久,范春艳 凭借着周桂林的关系 很快被提拔成科室副主任 范春艳 范春艳 这是咱们上位的对总报告 我弄好了 范春艳 没错,你走了 范春艳 你对我这么冷漠 你就不想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了吗 范春艳 我喜欢的是以前的燕子 可是范春艳你要搞清楚 当初急走我的人是谢力 这边很重要吗 你也要搞清楚 你是怎么爬上的这个位置 同时我也要告诉你 谢力是怎么离开的一院 这边你比谁都清楚 范春艳 请问你是范春艳吗 不是啊 我们是救援的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协助我们的调查 范春艳虽然用尽心机达到了目的 但其实他故意增加病人的用药计较 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34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机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因为医院和谢力承担了事故的责任 范春艳矫情逃脱了法院的惩罚 虽然他躲过了这一劫 那事情 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在他以为 一切都尽在掌握的时候 周桂林那一边都成十八了 他因为贪污苦败被查处了 那么随后范春艳和周桂林的暗密关系 也就浮出了水面 之后范春艳便被医院开除了 这故事也告诉我们 一切唯一道德和法律的 见不得阳光的行为 总有一天会大发于天下 而那些所谓的利益和虚荣 在阳光的照射下 也终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普法故事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